张天作为一个新人资源就好成这样,到底有啥内幕? 歌手突围赛里,张天的选歌很吸引人关注的一个。 不论结果如何,对于楚楚卯庐的张天来说,能在一线歌手都渴望不可及的歌手舞台上有过这么多次演出,已经非常幸运。 这季歌手,对于张天来说近乎一场奇遇。 一开始,他还是个在网上查不到名字的人,是歌手舞台上史无前例的灵知名度歌手。 张天1994年出生于香港,爸爸是新加坡籍华人,妈妈是英国人,从小喜欢唱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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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洪涛选上参加节目时, 他刚刚在香港出道两个月,只发表过一首单曲《过呼吸》。 但他却登上了无数歌手梦寐以求的舞台,跟JesseJ和其他前辈一起同台,愉快玩耍, 这是什么乐坛新人奇遇季啦? 歌手还是很严格的,张天在采访里说,是因蔑视长达三个月,显然洪涛自己也慎重地犹豫了很久,最后决定压保张天,期待他成为一匹黑马。 有一点落差的是,张天并没能够发挥出与超高起点相对应的黑马水准,像前几季的邓紫棋、迪马西那样寄精四座,立刻收获超高人气和无数粉丝。 是洪涛看走眼了吗?还是为那么多优秀歌手制作专辑的尼凯宁看走眼了? 耳弟认为张天的优点与转板并存,是一个音色流语越改流的黑马,但咬子与发声方面的槽点更容易。 不过毕竟是有一定天赋,初出茅庐的小姑娘,观众在点评的同时,还心操七岁的向他推荐合适的曲目。 看他在歌手舞台上一次性感动, 此摸爬滚打的心路历程,也是很令人动容的。 不断地鼓起勇气尝试然后又自我否定。 翻唱Hello的时候他说:"我是新人,我未曾拥有任何,所以不怕失去。 唯一想做的就是做自己和勇敢尝试。 唱得不好,他下了台就绷不住大哭,这是爱音乐的人才有的反应。 无论是节目里还是微博上或者是访谈中,他永远充满感谢和尊敬。 。 被淘汰的时候说至今都好像在做梦,我竟然可以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演出,谢谢每个人。 。 他说参加歌手像坐过山车,无法决定自己的处境,也许别人都在进步而自己却在退步,但他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是否足够努力。 。 对于张天来说,歌手是一个梦幻般的开始,但不会是终点,我们已经是赢家了。 。 希望以后小姑娘还是可以继续很自信地站在舞台上,做更好的音乐哟。 。